飞友消息 9月20日,重庆江北机场第四条跑道试飞成功 这是它称为上海浦东、北京大兴和广州白云之后 中国又一座拥有四条跑道的机场 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大家南北 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 有朋友问,一条跑道最多能支撑多少架次的起降呢? 今天咱们来简单聊一聊 飞友们常年在跑道旁边看飞机、拍飞机 感觉跑道的起降交错,是效率最高的运营方式 初略估算的话 一条跑道每天一般可以支撑约600架次的起降 在2018年最繁忙的时候 北京首都机场每三分钟可以起降一组 也就是每小时能容纳40架次 考虑到每天运行18个小时,有缓有急 大约正好是600架次 中国民航的安全要求非常严格 间隔距离通常比较大 有的多跑道机场为了减少差错 还会区分起飞和降落用的跑道 例如,咱们前两天讲过的天津机场 西跑道长期用于起飞 而东跑道长期用于降落 在国外,由于运行标准的差别 跑道容量有的会更高一些 全球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是伦敦的 重庆的起降 重庆的机场现在每天约有800架次起降 要按英国人或者印度人的标准的话 有一条跑道就足够了 不过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孟买机场保持世界记录其实是出于无奈 印度太穷,孟买新机场还没有建好 而印度的国内GPL又比较便宜 客流增长比较快 所以才被迫飞出了每天1000架次 跑道过于繁忙容易出危险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比如前不久,孟买机场就发生了险情 前机离地仅仅5秒钟 后机就接地了 印度虽然讲究效益 但也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据说把空管和飞行员都给收拾了 在土地和资金都宽余的情况下 跑道容量当然还是宽裕一点比较好 比如将每条跑道控制在200架次左右 轻松又安全 效率高的机场很多其实都是有苦衷的 就连美国也不例外 全球第三繁忙的单跑道机场是圣迭哥机场 每天都能干出700多架次 其实他早就想修第二跑道了 但是因为被困在一个湖里实在是没有办法 要是有空间,有钱 美国的原则也是多修跑道 例如亚特兰大有5条 丹佛有6条 芝加哥的奥黑尔和达拉斯沃斯堡甚至都有7条 这些机场每天的起舰价次都在2000以上 多数还承接轻型通用飞机 繁忙程度可以想象 重庆是中国西部的国际化大都市 经济繁荣 多修几条跑道也是刚需 由于受地形等因素的限制 重庆的高铁相对来说又贵又不太方便 但是它有3000万人口 祖城区也有2000多万人 而且祖城区只有一座机场 加上这几年重庆的旅游非常火爆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此游玩 如果重庆人每年都能乘坐3到4次飞机 加上往来游客的吞吐量 未来超越亚太兰大不在话下 到那个时候 每条跑道起降600架次 应该是妥妥的满复核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